各位朋友,今天我坐在這裏,為何整身打扮呢? 因為我來到這個地方打網球,網球很漂亮 待會我可以介紹一下場地,接著就碰到Bobby Bobby其實我早兩天已經碰到他了,因為我們踢球才見到 Bobby為什麼我認識他?因為他的公司是香港的 專門培養那些體育精英去全世界大學 尤其是美國去讀書,接著幫他申請獎學金 幫助我小朋友有獎學金,然後他就在這裏 我打招呼之後,今天我們就來這裏打網球 原來他有帶個女兒來這裏看網球 問問問,他全家就搬了來,你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我11歲去了加拿大,然後住在加拿大30多年 然後現在有小朋友,然後就… COVID之前就想搬回來香港亞洲,因為生意在亞洲 以前經常走來走去不方便 一向都對泰國很有興趣,因為我們喜歡這裏 那裏吃,住,玩,還有這裏的禮儀,都適合我們 還有沒有下雪,加拿大下雪 COVID之前都已經想搬回來,方便一點 我兩邊走,周圍走,因為我在泰國也有partner 所以就決定了,都是來泰國 來這裏,暫時說至少三五七年 接著旁邊就是Samson Samson帶我來看房子 他們有些發展商合作,有些project 帶了朋友來玩,香港喜歡看房子 看到了Bobby的故事,他覺得有很多需要 我先想Bobby說說你現在的小朋友教育 我們教育最重要,因為香港父母為了小朋友教育 可以負湯渡貨在所不遲,去到北極都可以 四個小朋友,四個都是女兒,四個女王 還要讀一間學校,英文是怎樣說呢 我給了一個引指,一間什麼學校呢 如果香港人可能不太明白,我就給了一個位置 他就等於香港直資學校,他有個國際部 什麼叫國際部呢? 即是說,30%是教泰文 70%是教英文 如果比我來看,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我經常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學多一種語言 多一種謀生的工具 你介紹一下你現在幾個女兒讀書的情況 四個女兒,他們現在讀國安學校 一個地方叫做Kajong Kid 其實Kajong Kid在布吉島這裡 他有很多間的,有幼稚園,有小學 然後有中學,我的女兒 他們讀這間是布吉島最大的一間 又有幼稚園,小學,中學,什麼都有 最大的一間,還有他也有國際學校部 為什麼我們選了他呢? 第一,我四個女兒 四個女兒,如果四個都讀最貴的國際學校很重 如果四個,一個月十萬元,只是學費 不要計算那些資料 只是學費 所以,如果我不是跟香港計算 我自己跟加拿大計算 我已經知道是差很遠了 還有他這裡的教育也是比較 如果你讀這些,叫做直系學校 直資學校 還有國際學校是數一數二的 是一些好學校 可能我不知道香港人比是怎樣比 總之一定是一件好學校 先說錢 錢那方面一定 多少錢一個呢? 我現在圍起來有 泰豬12萬元 如果我打回 因為小女兒 一年 一年 一年,一年 我算是多少錢? 三千多四千元加錢 我算你數 三萬元 港幣,一萬元不用 平均是三千元一個月 學費 香港就差不多 三千元,美金嗎? 港幣,港幣 一個月 一年就是兩千元 那你三個只是一萬元 我對加錢 總之我大概四千元加錢 一年 一年 好了 讀到中學 讀到中學 都是這樣的價錢 差不多 幼稚園便宜 不是幼稚園便宜 好像貴一點點 可能他需要多一點 我想問,如果30%是泰文 你是希望他學泰文嗎? 一定 我的心態是 其實 入鄉隨俗 我們也打算在這裡生活 他學 一個小孩子學一個語言 當然是比我們大人去學 我將來叫他 在那裡幫我叫他 方便一點 而且始終他可以吸收得快一點 而且可以和別人溝通 學多種語言 一定是一件好事 那你居住的環境呢? 想知道你的居住環境和家庭如何 居住環境 我現在居住在那裡是比較 是市中心 簡直是一間國際學校的對面 簡直是這裡最大的國際學校對面 但是我叫做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那間是比較最出名 還有他們最高的 很高的 很大 他們的Campus很大 亦都有bording 亦都有寄宿 包食包住 兩萬元一個月 我們住的環境算是好一點 多少個房間? 四房 一屋四房 赤村 香港計算平方 但我如果計算加拿大的 我想我們有1500呎 1500呎 香港也計算是1 1600呎 很好 四房 四房 我們正在付的租 暫時租 我也想買 也想置業 我們現在租金是25000匹 一個月 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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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雜貨 有雜貨 對 有保安 有大泳池 對 有大泳池 但就是 是的 有老大泳池